下边要跟各位说的这个事 对于那些爱看书的朋友们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从昨天开始 山东书城恢复了营业 疫情难挡书香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大家的精神适量 不掉链子 不断打 三五十点 接着来到山东书城 发现这里已经恢复正常营业 顾客只需要扫描长锁码 出示健康码 测温后就可以正常进入山东书城 正好这一段时间 书城也刚开门过来拿书 然后正好得一块看看 这么严格的防护疫情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对我们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山东书城工作人员介绍说 接上级主管部门通知 山东书城于3月31号闭电 4月5号正式恢复营业 为保障读者的安全 书城采取了多项防疫措施 包括我们的电筒内 也是设置就一天三次 消杀的这样一个机制 早中晚一天三次 包括我们也暂停了 我们所有的线下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保证咱们读者能分散的状态 特殊时期 网上购书成为了不少读者的首选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济南市区9家新华书店 开通了121个读者微信群 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 通过社群 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号等一系列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自由网店 也是吸引读者在线上进行购书 包括参加观看一些线上活动 这些都是读者网购的书 咱们也尽量是挑选这种大塑封的 然后在发出去之前 也会给进行全面的一个消毒 在何泽市定陶区 当地图书馆也开展了线上阅读服务 引领全民云阅读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有我喜欢看的 也包括有孩子喜欢看的 不仅孩子能够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在陪孩子同时 我也能学到很多知识 然后总体来说是挺方便的 目前我们线上图书有10万余车 整区几年达到15万余车 据了解青岛市博物馆 青岛市文化馆 和部分市区文化馆 也于今天起恢复开放 青岛市美术馆和青岛市图书馆 将于4月7号恢复开放 各地公共文化场馆 在做好保护的同时 那么也在努力地 满足大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这儿要给他们点个赞 真的是不容易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 你要到公共场所 还是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戴口罩 亲戚手 避免扎堆聚集 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记在心里面 这根弦是不能松的 有说明 对 喝